大家好,我是可江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邻居周阿姨每次买菜回来 都会连着塑料袋一起放进冰箱 她女儿看到后气不打一出来 她告诫过妈妈很多次了 把塑料袋换成了保鲜袋再放进冰箱 塑料袋不仅起不到保鲜的作用 反而会威胁到身体的健康 她听说塑料袋内含有蒸素剂等物质 长期接触可以致癌 可周阿姨依然是我行我素 她认为保鲜袋不也是个袋子吗 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在生活中有不少的人觉得塑料袋非常的垃圾 不能经常使用 也有些人会将外面装的东西塑料袋 换成保鲜袋放进冰箱 认为这样就安全了 那么塑料袋和保鲜袋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这里我们总结了一些研究数据 给你答案 一些保鲜袋和塑料袋的区别 市面上所受的保鲜袋有 铸乙烯、Pk、菊露乙烯、Pvc 鱼摇二鲂绿、Pvdc三种 其中的P1和Pvdc相对安全 前者一般用于果蔬包装 后者多用于熟食火腿包装 而PVC成分的保鲜袋一般是用于食品 蔬菜的外包装 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外面使用的塑料袋 对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 这类塑料袋不透气 直接装果蔬食物 容易导致果蔬腐败的速度 而正规合格的保鲜袋具有很强的透气性 包裹住食物后 氧气也可以正常流通 可抑制食物上的燕氧均防止 起到保鲜的作用 要是像前面的周阿姨那样 蔬菜买回家 直接就把袋子和菜一起塞进冰箱 就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 具体塑料袋的危害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蒸素剂损害健康 部分塑料袋中含有蒸素剂 而蒸素剂是从塑料袋表面折出 人体通过接触 盖中食材将其射入人体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 而我们早餐购买的热包子时 如果商家用了不合格的塑料袋 其中的蒸素剂就会因温度释放出更多 因此蔬菜放在塑料袋里储存 实在是相当不明智的 第二、本饼笔可致癌 原料设的塑料袋属于再生塑料袋 使用的是镯射剂 通常含有本饼笔 本饼笔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 与食物接触以后可能会转移到食品中 专家介绍说多行饭厅有较强的致癌作用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已将本饼笔归在一类的致癌物 已经明确的对人类有致癌作用 如果买菜是用有色的塑料袋装的话 那需要尽快的拿出来 否则也是容易污染蔬菜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第三、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某大学一次研究发现 在塑料制品中常见一种名为 0比2钾酸盐的化学物质 会破坏胰岛素的产生 增加老年人患恶型糖尿病的风险 四、蔬菜易变质 将蔬菜置于塑料袋中 蔬菜周围的温度较高 容易滋生细菌 导致蔬菜变质 研究人员表示 如果用塑料袋储存的时间不宜过长 而且蔬菜在塑料袋中放置容易缺氧 在缺氧的情况下 水果和蔬菜都会大量的消耗 其中的营养成分 并且会产生对细胞有毒作用的乙烯和酒精 因此储存的时间一定要注意通风 保证氧气供应 知道了塑料袋不宜直接拿来用后 我们还应该知道冰箱能放哪些食物 和哪些食物不能放 医生再三提醒 这三种食物是不要放冰箱 否则很容易产生 换取酶毒素又发癌症 第一 香蕉 香蕉属于是热带水果 能够达到日常通便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 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但是香蕉不容易储存 很容易变质 有些人将香蕉购买回来后 就喜欢放进冰箱当中储存 但是冰箱当中低温的环境 更容易加速香蕉的变质 而变质的香蕉会产生缓取酶毒素 损害我们的肝脏 健康 甚至还可能会诱发癌症 第二 绿月蔬菜 绿月蔬菜是最难储存的 如果放在外面很容易发粘 如果放进冰箱当中又很容易腐烂 所以绿月蔬菜购买以后 最好要及时吃掉 如果长时间的存放进冰箱 绿月蔬菜很容易产生压硝酸盐 这种物质 压硝酸盐进到体内后 会转化为一种物质 叫做压硝酸胺 这种物质也是很强的致癌性 也会损伤肝脏的健康 诱发癌症 第三种食物是黄瓜 黄瓜也是不适宜放进冰箱当中保存的 黄瓜最佳的储存温度是12度 如果将黄瓜放进冰箱当中冷藏的话 而我们的冰箱环境温度 要远远的低于这个温度 因此若是长期将黄瓜储存在冰箱内 就很容易加速黄瓜的腐烂 使其滋生黄菌酸酶等有害的霉菌 经常吃这种黄瓜很容易诱发肝癌 下列食物必须放进冰箱保存 是否会变质的 第一种就是蚝油 开盖后的蚝油应该放进冰箱里面冷藏 不要常温保存 第二开盖后需要冷冻冷藏的调味品 豆豉 豆酱 鱼露 虾酱等 第三 含蛋 牛奶 果酥成分的调味品 如果蛋黄酱 沙拉酱 番茄酱 花生酱 辣椒酱等 第四 豆制品比肉制品 更加容易发生微生物大量的繁殖 因此这些食物一定要放进冰箱里面 另外还有生肉 生鱼 这些食物我们买回来应该立即放进冰箱里面保存 食用时再拿出来 第五 酸奶 巴斯奶常温下 这些奶类产品会很快的变质 巴斯奶在冰箱中存饭也要在48小时内喝完 开盖后更是要几个小时内喝完更好 第六 打开包装的加工食品 二是买的 可常温保存的食品 一旦打开包装 如果不及时吃完的话 应该盖好盖子 或者是用夹子密封好 立即放进冰箱保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